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所以不管是国家也好 不管是家里也好 一家人只要有一个人生病的话 全家都受苦 一个母亲 如果我知道的有一个母亲生食道癌 全家都在陪伴支付昂贵的医药费 这是台湾的 这个人家里本身家境就不富裕 一年下来呢 全家已经把所有的结许全部用完了 一瓶如洗 全家有四口人 全部生病到最后 母亲实在不忍心 在这么拖累家庭 有一天趁护士不注意 自己拔掉氧气瓶就走了 所以想一想 人生很苦短 我们为什么在人的一生当中 还要不断地去追求 我们为什么不能为别人想一想 人的一生啊 台湾告诉大家 在哭声当中来到人间 在痛苦当中离开人间 一无所得 一无所获呀 所以佛法要让人破迷开悟 让你们懂得到底人活着是为什么 要懂得活在世界上的真谛 要想通 要懂得人生无常啊 十月底的时候 师父在做节目 就有一位听众打进电话来 他告诉我说 他做了一个梦 说他丈夫非常不好 结果他跟他丈夫讲 他丈夫没当回事 最后呢 他丈夫被车子压死了 现在留下年轻的太太和他的孩子 所以想一想 知足常乐 就是心灵和身体 最重要的一个良药 一个人能够知足的人 他会感到幸福 今天你们如果知足了 你们还能活着 你们还能有生命 还吃得下睡得着 你们还能平平安安 无病无灾 你们要知足啊 请不bons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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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